今天继续把光的干涉讲完 只剩一点点了 比如说我们讲过 双峡峰的干涉 比如说这是双峡峰的干涉 这个是他丞相的一个木 这个双峡峰它的距离是低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产生的量纹 它是一条一条等距离的量纹 那么比如说这个是到某一个量纹 是到某一个量纹 它的角度如果是θ的话呢 那我们导出来 d sinθ 这个就是它的光层差 光层差 光层差要等于波长的整倍数 这个是它的量纹的条件 量纹的条件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问 它我们把这里写这是m等于0 这是m等于1 这个是m等于2 m等于3 m等于-1等等 那现在我们要问 它是任意两条量纹 从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的角度是θ 从这里到这里的角度 当然比θ大一点 那现在问它 它这个deltaθ是多大 就是相邻 相邻两条量纹 对这个参考点 所张开的角 距离是多少 那现在我们要 要做的是 二 距离 而霞凤的距离 就是这个低 就是低 好 与相邻 两个量纹 两个量纹 小距离 的关系 那么我们 因为量纹 因为量纹是这个 好 假如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随便拿一条 比如说 m等于 1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ceta呢 是等于 ceta1 那我们就得 d sine ceta1 要等于 lemona sine ceta1 等于lemona 好 那么 从这里头 我们说 因为 sine ceta1 这个ceta1 小得不得了 它就相当于 tangent ceta1 也可以 慢慢乎乎 就看上ceta1的 弧度值 弧度值 那于是呢 我们就得 ceta1 它是等于 lemona overd lemona overd 好 这个有几个 重要的地方 因为啊 这个距离 没有我 黑板上 画得那么大了 通常你 从这里 如果是 一公尺的话 这个距离 都很小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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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可以当作 从这里 这一条 跟这一条 的角距离 以及 跟这个 跟这个 的角距离 几乎都 差不多 所以说 相邻 两条 亮文 之间的 角距离 我们就可以 当作是 sita1 radians sita1 radians 那么 这个也可以 让我们 知道 就是说 我们这个 d d如果 越大的话 狭凤 的距离 越大 结果呢 sita1 就越小 也就是说 我这个 狭凤 很大的话 这边产生的 这个 一组亮文 它们的距离 就比较小 如果sita1 如果d 很小的话呢 这个 笔子 就很大了 那sita1 就很大 也就是说 两条 两条 亮文 之间的 距离 那就 看这个 d的 大小 而定 d越大 这个距离 越小 两个亮文 之间的 距离 越小 这两条 亮文 之间的 距离 就 越大 两条 狭凤 的距离 越小 两条 亮文 之间的 距离 就 越大 那么sita 越大 sita1 越小 那么d 越小 sita1 就越大 这个关系要记住 这个关系记住 那以后我们 马上我们就要讲到 丹霞凤的绕色 丹霞凤的绕色 它是当中有一个 很强的一个亮文 但是那个亮文 不是整个亮文 丹霞凤的话呢 它是一个 往旁边去 慢慢的这个亮度 intensity越来越小 但是如果我们是 双霞凤的话呢 那每一个霞凤 就可以当作一个 单霞凤 所以它也有一个 当中的一个 很亮的地方 但是当中这个 很亮的地方 它是有许多许多 这种干色的 亮文 所组成 等一等我们会 画出来 这个关系 各位就 先记住一下 先记住一下 好